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宋春部分最後記得要連結 連結就把兩個按SHIFT鍵一起選起來 連結在一起 然後按右鍵就連結了 然後還有記得那個圖層選的時候 記得不要 因為我發現同學常常會選不到東西 移動的話 記得你本來要移動的是宋春 結果吉祥物跟著動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選的圖層是選到吉祥物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移動至吉祥物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移動的是宋春 那因為宋春有兩個 但是他們因為連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選其中一個 兩個都會跟著一起動 但是如果你假設兩個沒有連在一起 沒有連結的話 那它就會被分開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連在一起 可能你要看旁邊有沒有鎖 如果沒有鎖的話 比如說你這樣 剛才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 這個解除 塗層的連結 沒有鎖 那這個時候如果假設你移動的話 假設 移動其中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底下不會跟著移 OK 我Ctrl Z 把它復原 但是如果你兩個 按續個鍵 然後再點宋春黑 按右鍵把它連結起來 有沒有連結之後 你選其中一個都可以 比如說我選白的 黑的會不會跟著動 有沒有發現 它會一起動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你有兩個 物件 它們是同一個圖層的話 那你記得啦 如果假設它是分開在不同圖層 你希望它能夠同時 被 做那個效果的話 移動的話 那你就記得把它連結在一起 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 要 加上那個什麼 新年快樂那幾個字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他說要先制定一個新的圖 圖檔 特別說是一個圖檔 所以我們先 先建一個圖檔 新增 開心檔案 OK 這是一個檔案 然後名稱它好像沒有講說要叫什麼名稱 所以我們隨便取個名稱都可以 那大小的話就28x2 28很小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是一個小塊 然後72像素 RGB 8位元 顏色的話呢 就2372836 然後 把它縮小在旋轉 45度 負視 4個 好那逐一來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建立 28x28 所以這個一樣跟剛剛差不多 之前在練習 所以這邊把它 那名稱要叫什麼 你不 不秘密也沒關係啦 或是你隨便取個名稱也OK 這個其實 不影響 OK我們叫 隨便叫一個 叫01好了OK 然後 像素 28x28 所以寬28 高也28 然後72 這個 8位元這個不用動 OK好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麼小 28 Ctrl加 放大一下 接下來的話 他要做什麼呢 他說要把這個 填上顏色 就是2372836 所以填滿顏色 就填這個顏色 那把顏色填 怎麼填比較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填滿 填滿的話呢 給一個顏色 顏色的話呢 你就這邊有個顏色可以選 點一個顏色 然後把它 RGB 分別填入 剛剛那個237 然後這個28 然後這個 36 OK 記不記得那麼多 OK 36 好 那就是這個顏色 有沒有 所以你把 R G B 分別填入正確的顏色 按確定 然後呢 再按確定 他就把顏色填上 OK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把這一個 圖 這張圖怎麼樣 移動到 或者叫複製 複製到這個地方 複製到這裡 那怎麼複製比較快 其實有幾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剛剛這個 如果你要複製過去 我們剛剛好像有用到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複製圖層 你可以複製圖層 然後把這個圖層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來 他就複製過去 OK 方法應該OK吧 這個 這個 這個把它 名稱的話 叫什麼 叫01好了 反正隨便取個名稱 按確定 按右鍵 複製圖層 切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 有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那這邊的話 就會多一個01 就我剛剛取這個名稱 好 這個是方法1 你說老師 那這個方法OK啦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 我做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這個先丟到垃圾桶 底下不是有個 垃圾桶丟進來 這個叫刪除 或者你如果不用刪 按右鍵也可以 右鍵刪除也可以 其實我的習慣 這個垃圾桶 你可以按住它不要放 拖拉到垃圾桶 就是把這個圖層丟掉的意思 OK 好 剛剛是方法1 那如果方法2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像 以前 用那個文書處理的 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全選的話 你知道全選 快速鍵是什麼 Ctrl A 不知道有沒有用 Ctrl A的話就全選 所以如果你在Word裡面 假設按下Ctrl A 或文書處理軟體 你Ctrl A就全選 那再來的話 就什麼呢 Ctrl C Ctrl C 不就複製 那如果你要貼過來的話呢 那就Ctrl B 不也一樣 對 只是說這個圖層 它也增加一個圖層 所以要貼上新的圖層 再把它貼過來 兩個方法 看你覺得哪個比較簡單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 Ctrl A Ctrl C Ctrl C 因為這樣感覺好像 比較直覺一點 跟那個文書處理比較像 OK 所以兩個方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圖層的話呢 名稱我叫做 點兩下 叫01 OK 這個一個嘛 可是接下來他說呢 我把這個圖層 複製過來之後 我希望呢 讓它做什麼事情 縮小 百分之五十 不 百分之八十 再旋轉四十五 並複製四個 這個就有點麻煩 縮小應該各位 有學過吧 剛剛不是吉祥木有縮小 我是建議 你可以 寄那個所謂的 快速鍵叫Ctrl T 編輯不是任意變形 這個旋轉變形 這個很常會用到 所以通常會寄Ctrl T 記得圖層在這裡 Ctrl T 接下來先把它變成八層 八層我講過 第一個請你先把它鎖起來 因為如果你不鎖 它變成說它輸入兩次都八層 如果你鎖的話 只需要輸入 把100個來成八層 有沒有它就變八層了 打勾就可以了 好 八層OK 第二個的話要旋轉 旋轉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 放大縮小跟旋轉 都是任意變形 所以一樣在Ctrl T 那你要怎麼旋轉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角度的設定 有沒有看到 什麼度有沒有 這個就是角度 那你就輸入45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輸入45之後 下方不就是會變成45度了 就這樣而已喔 然後最後怎麼樣 打個勾不就好 有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把它移過來 它就會有一個 可是它要的是什麼 四個嘛 四個應該 隨便猜應該都知道 我建議你們將來在用Photoshop 盡量越直覺的方法越好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要Ctrl A C 因為這個都很直覺 還要Ctrl T 反正你就記得這些嘛 你隨便 弄應該也可以把這個圖給做出來 再來一樣 你就把這個 這個圖層有沒有 一樣按右鍵 複製一個圖層 叫什麼呢 02 所以第一個是01 第二個是02 OK 所以它是第二個 可是你說 老師這為什麼沒有反應 其實喔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位置一樣 01跟02 疊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把02 往下移動 所以 移一下好了 是用下移 那至於移到多少 比較OK 其實你可以參考 這邊的TIF 有沒有 TIF 看一下 好像要喔 大概在這邊吧 所以可能我要再把它 移到 這個位置 會比較剛剛好 而且它好像重疊的地方不能太多 所以最好是兩個一起移啦 兩個一起移你不要先把它連結 所以兩個一起移的話就按SHIP鍵 把1跟2 一起 選起來 一起選的話呢 就一起移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選 兩個一起選的話 這邊要個別一個個慢慢移 OK 然後位置要在這裡 那如果接下來只要移下面 下面是02 所以我這個02點它一下 把它向下一下 有沒有 大概這樣吧 然後在03 所以同樣的方法 按右鍵 再複製 這個叫03 一樣啊 03 也 跟02 疊在一起 所以呢 你就把它 因為它在上面 所以你點到的話 一定是03 然後移動它 OK 然後一樣的方法再按右鍵 再複製 這就04 有沒有然後把04 再把它移下來 只是說它應該卡多少啦 我想卡這樣應該差不多 就接近 再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好像它這個接距比較小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留得巧了 OK有沒有 所以這個還要再把它 02的地方 再往下一點點 然後03的地方 再往下一點點 你說這個很難移動 所以如果假設它跑太多 你可以按 我剛剛講過的 你可以用鍵盤 鍵盤上下鍵有沒有 會比較 少一點點 有沒有 02的話 再讓它往下一點點 這個02 有沒有這個 然後03 然後大概 這個應該很難說要100% 有沒有 這樣好像比較精確 所以我推薦 你不要用滑鼠移動 用鍵盤移動 會比較細一點 OK 最後當然如果你怕說它們兩個 它們四個會 要一起移動 最後就是怎麼樣呢 可以把 1跟4按 Ship鍵 然後按滑鼠右鍵 把它連結在一起 它們就鎖住了 不過 屏幕好像沒講 不過這個我是覺得說起來會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OK 試一下 所以 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剛剛是把它 先開個新檔 然後 這個名稱叫01好了 28x28 按確定 然後再填滿一個顏色 編輯裡面填滿 把顏色填上去之後的話 Ctrl A C Ctrl V 切過來 然後再 把它改成01 然後再把01移到這個位置之後 再複製圖層變02 再把它往下移 再03、04 最後把它連在一起 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 應該是這一題最難的 哇 1 2 1